欢迎收听总编读书 我是韩松霖 上一集的节目 就跟大家预告说 这一集要来讲 2021年台北国际书展 那往年我们都会办国际书展 那去年在2020年的时候 原本也是兴致高昂的 就是2019年 我们有四家出版社一同参展 分别是早安财经出版社 新经典文化 启明画 还有我的邪乐文化 那我们当年 我们用了一个展场的名称 叫做小事我故意的 那意思当然就是说 我们四家都是小出版社 然后去租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摊位 去证明说小出版社 也可以不是只做一些小书 或者是说出版这个行业 其实也不是大家眼中 我在第一集节目就讲了 出版不是一个西洋行业 或者说西洋行业 其实不见得是你眼中的西洋行业 它只是你怎么去定义西洋行业而已 还是有人在西洋行业赚到钱 那今天我要邀请跟我一起来谈 台北国际书展的嘉宾吧 我算是第二集节目 邀请来宾来谈 他就是西洋产业里面赚大钱的翘楚 我要欢迎早安财经的社长 创办人沈云聪先生 最好是啊 嘟嘟嘟嘟 给它飘走了 好 先聊聊今年的台北国际书展 今年到现在我们还在担心当中 对不对 因为去年我们等于是 突然之间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连设计图都画好了 都准备要进场 什么都目光都做了 对啊 就是到最后一刻才发现说 书展取消嘛 对吧 今年看起来好像也有这种 心理阴影存在 我们刚刚在开录节目之前 还在聊这件事情 可能发生的危险 对啊 书展 其实我想听众朋友 不知道有多少会固定 每年都去台北国际书展 我想如果喜欢阅读的听众朋友 我是很鼓励大家 趁着书展去逛逛的 虽然现在的书展形态 跟我心目中理想的书展方式 不太相同 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去那里 认识新兴朋友 然后看一看你过去这一年 被你错过的书 你心目中理想的书展是长什么 我心目中理想的书展是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你我 让所有的听众朋友 如果对书好奇 如果对出版产业好奇 可以去书展认识这个行业 我觉得书展可以作为一个 跟书有关的party 跟书有关的嘉年华会 跟书有关的园游会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书的生产过程中 不同环节的人 以及目睹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都知道一本书的诞生 最后我们在书展看了 就是一本印出来的东西 但是这个过程中 出版是非常非常劳力密集的行业 对 手工业 手工业来的 只是我们一般人都不晓得 反而就上印刷机就印了就出来 不 包括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编辑 请问编辑要做什么事 叫对或者叫错字 但编辑呢 作者都写好了 你要编什么 其实很多工作上的细节 是非出版行业的人所不了解的 那为什么要了解呢 因为我觉得过程中充满乐趣 充满乐趣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了解 跟认识出版的流程跟过程 认识出版行业里头 顶尖的工作者 我觉得你会更爱阅读 我觉得你会在读书的时候 在买每一本书的时候 更重视这本书 我上一集节目就介绍 介绍你的书 介绍大退场 对 好 对 这个呢也是 也是 三年前的书了 对吧 对吧 不过 这本书也有非常 我觉得我很想分享的故事 不过那以后再说 其实这个就是我讲的 出版过程中有太多的起伏跟过程 在我们看到的完成的时评背后 我举个例子 你刚刚讲大退场 我举个例子来说 取书名 请问书名该怎么取 对啊 我其实 我其实在 我因为不是第一次看过那本书 我讲那本书是因为刚好有人问我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好像这本书里面可以讲一些内容 来呼应这个答案 所以我就把那个书抓出来讲 事实上你那时候有给我书吗 所以我当初我就看过了 当初我看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犹豫是 这个名字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讨喜的书名 没错啊 就是那时候为什么最后是这个书名 我们取书名 常常会有一个状态 就是呢 一开始都想取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书名 非常响亮吸引人的书名 然后呢 就会自以为很聪明的一直往下想想想想想 总觉得 最后你给我想了一个最好的 结果呢 往往绕回来一圈 你剔除了前面明明很好的书名 最后选了一个最芭蕾的书名 那是你 我只会想 想能够卖钱的书名 对我也想 我也想做取一个会卖钱的书名啊 所以最后这个结果 落到大退场 这个书名 以后有机会可以单独有一整集来讲这本书 因为是真的蛮 在我们自己工作过程中 很经典的一个case 因为呢 这个书之所以叫大退场 是因为英文的书名 OK Finish Big Finish Big 它其实讲的是 如果你是创业者 如果你是开店的人 如果你是出来做生意的人 我们都知道做生意不一定会成功吧 对 但万一如果你成功的话 然后做得很好 请问你到最后会如何结束 或者如何叫做光荣的退出 优雅的下台 优雅的下台 我们其实一般都没有在想这件事情 其实老实说 他们都还在挣扎奋斗当中 然后真的很好的 就IPO嘛 就上市嘛 上柜嘛 当大老板嘛 但请问你当了大老板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现在台湾几乎是不退休的 我们的大老板几乎是不退场的 对啊 一路做到挂 一路做到挂的 但其实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 有很多的创业者 他并不是这样子想的 他创出来的公司 条件好 机会好 他可能就卖掉 自己去过自己的生活 或者自己再创另外一个新的公司 很常见的 所以并不是你创的业 就你要一辈子守住它 就像你生了小孩 也不是你一辈子会在你身边的 你凭什么觉得 你开的公司就一辈子得在你的羽翼底下 其实不是的 所以 但这个观念渐渐也影响到台湾 所以我当时引进了这本书叫Finish Bit 它其实是鼓励创业者 其实如果你工资已经上轨道稳定之后 你就应该要开始想 接下来你要不要退场 如果要 你要怎么退场 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当中 如果你已经是生意稳定的经营者 我非常推荐你看这本书 你有想过吗 不管是边书前或边书后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当然早年 包括经营不稳定的时候 都会有新生退役的这种感觉 尤其 所以我后来就选了大退场 Finish Bit 想了想去说大退场 感觉又大 很气派 退场就立弹 但我们做书 我们取书名尽量都不要负面表列不是吗 那 数啊 所以我说我常会是这种 绕一圈又自己调回原点 对但今天叫你取一个正向的书名 我觉得你可能心里也过不去吧 不会不会不会 我现在心里其实有一些不安 我觉得应该 新版的时候来 对对 新版的时候要换一个书名 我还记得这个书新上市的时候 我有一天遇到那个谢金河 老谢 我就拿了一本给他 他就看到这个书 这本看起来不错 他说对对对很不错 他说你知道他下一句讲什么吗 你在讲QE大队场 对不对 我就知道我完蛋了 我就知道那个书名取错了 我anyway 我要讲的是 每一本书诞生的背后 不只是取书名的过程 其实是起伏跌宕的 所以财经出版社里面有分 谢金河式的财经出版社跟 不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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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知道财经书里面 有一派取书名就是那样取的 什么什么什么就成功 什么什么什么就赚钱 大概就是 但你之前其实你也取过 非常多那种书名 早年对吧 第一次什么就上手 取书名这件事情 听众朋友有空去书片逛一逛 要不要去书展看看 你现在就会稍微留意一下 不同年代 真的是会有不同取书名的风气 还不只是类型上而已 所以你看 以我们财经类的来说 早年商业出版社的书名 都要强调 言简意该 最好可以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就让大家朗朗上口 对 荣誉记 荣誉写 所以你看 早年的书 什么追求卓越 基业长青 基业长青 你看当年 其实像刚刚讲的 追求卓越这本书 英文书名很常列 它叫成功企业的七个习惯 类似 我其实不太记得了 所以当年是这样 但后来慢慢的演变到今天 你们发现字数越来越多 大家渐渐的把行销文案 全部放到书名上面 对 常动辄十几个字 我们最近有一本书 就是黄俊龙那一本 我现在想看 他最后书名叫 放下人设 逗好 人生别急着找答案 我已经失去了 反正超过十个字 你知道有一段时间 我们取书名 是要看伯克莱的 那个基丝榜上面的 书名会呈现出来的 字数限制 我们会去算那个 基丝榜 它你能够露出来的书名 大概就是两行还是三行 现在早就没有在管这个了 我忘了多少了 但换算出来就是 十几个字吧 16个字还是 21个字 我忘了 然后就会提醒同事说 你不能多于那个字数 要不然 你的书名到一半就 断了 但意思是说 一本书需要 20个字来解释它 我刚刚讲说 我刚刚想起来 追求卓越的英文叫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其实也算是短的 我觉得它是回到书展 所以你该想象 这个孩子是书名 你所看到的这一本书 封面 请问这个封面 为什么是这个设计 为什么不是别的设计 为什么是红色 为什么是白色 为什么不是黑色 为什么不是绿色 然后字体呢 对我们来说就出名细名 其实编辑过程 我觉得最好玩 就是消费心理学 所以我说 这整个过程 其实这一行 到处都是高手 我觉得我很高兴 很荣幸留在这一行 就是因为我觉得 有机会让我认识到 这些厉害的人 看他们工作 所以我觉得很过瘾 所以如果有机会 我觉得也应该 介绍给更多的读者 认识他们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 我理想中的书展 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可以把这个行业里头的 顶尖的高手 藉由这个机会 让大家可以 为他们鼓鼓掌 因为就像金马奖 就像奥斯卡奖 你看是全球 为他们鼓掌 可是我们的书的金鼎奖 其实好像没有 没有这种 这种这种格格 这种共感太低 所以所以所以 有点可惜 而且老实说 我觉得很多也不见得 喜欢到台上去 也不见得喜欢美光灯 所以如果有一个 低调的方式 如果是有一个 很平时的方式 让大家很自然的情况下 认识他们 听听他们 怎么讲他们的工作 我觉得会让更多人 对书这件事情 更有感觉 刚刚讲到取书名 我们这一次的书展 名称叫危险与书 我觉得每一次 我们书展在讨论书名 就好像是编辑在想书名一样 就特别纠结 过去几年经验 你看2019年 那个小事我故意的 其实也是没有人想出来 到底什么名字 最后就用你的书名来电档 我觉得讲一下背景好了 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其实一般的书展 松林也知道 哪有在想什么题目的 就是这个摊位叫做 时报出版 这个摊位叫做 连经出版 这个摊位叫做远流出版 其实就这样子 但其实就是我们 必须要取个题目 我要取一个标题 当然之所以会如此 两个原因 一个是基本上 因为在结构上 我们就跟一般的出版社 不一样 因为一般出版社 都是单家出版社 自己的招牌 就是品牌 我进去的就是 时报出版的摊位 进去就是连经的摊位 进去就是 天下文化的摊位 但因为我们是 四家出版社一起 所以我觉得 我们当时就觉得 好像应该取一个 我们共同的招牌 然后吸引大家进来 可以南瓜我们四家的精神 对对对 所以这是第二点 想说既然要找一个 我们共同的招牌 那就应该 如果可能的话 可以借这个招牌来 传达我们的想法 或者我们的精神 因为就像我讲的 我觉得 如果只是把四家公司的品牌 招牌名字弄上去 就没什么意思 大家也就不见得 也不吸引人 也不吸引人 所以我们就想 从这个角度想 我们希望让大家 来逛书展的时候 看到了这一句话 可以借求这一句话 来至少揣摩出 我们的经营的想法 所以我们上上一届 就是2019年 对 因为上一届 是2020年 令人伤心的取消了 就2019年那一次 是我们第一次四家 一起来办书展 那那一次我们想到的题目 叫做小 是我们故意的 好 其实我们之所以选择 这个除了第一个 在事实上我们规模 是相对小的之外 第二个其实也是希望 强调某种的想法 因为如果听众朋友 有读过我们的书的话 就会知道这本书 书名就叫小 是我故意的 英文书名叫 Small Giant 它的主要的中心提醒是 我们经营事业 我们做一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越大越好的 这本书里面 让我们看到的故事是 有一些经营者 有一些公司 非常的成功 并不是因为它很大 而是因为它的老板 它的创业者 它的经营者 知道适可而止 它知道 如果你超过了 某一个自己能够容忍的范围 跟界限 你很可能原本 压压掉 会保护死去 你本来很成功的事业 可能会因为 你的野心太大 因为你不知道节制 而踏上错误的方向 所以我们台湾 常常发生这种状况 很多企业 不管是第一代 或者第二代 尤其是第二代 最近发生好几起 都是这样 老一辈生意门蜜 做得很好 让第二代来接班 结果第二代 可能国外学了MBA回来 可能創投轩跑一跑 然后觉得 好像流行的理论 应该把公司规模给搞大 应该要多角花金 啪一下 一下钱就烧完了 连本业都受到影响 所以这是 这本书里面也说的 大不一定是最好的 的一个结局 而且它跟大退场的作者 其实是同一个作者 大退场是他的后来写的另外一本书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就想借由 小是我们故意的 来让大家分享说 其实在现在的出版的年代 我们都知道出版受到 传播科技的改变 网络科技的出现 冲击到整个的商业模式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代 我们还硬是要 维持一种规模要大 要一面大一项 然后我们目标还是要上市上跪 然后 全力充盈而 全力充盈而 之后的情况下 而且我们可能会让自己踏到 另外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去 所以我们这次名称叫危险语书 那跟现在这个环境 其实相互应的是 应该没有人不觉得 这个年代是不危险的吧 从任何领域 或是刚刚像你讲的 我们出版行业的现实 它就是一种危险 或者说2020的天灾人祸 我们上一届的书展 取的名字才搞笑 我们叫做过得还不错的一年 结果马上疫情就来了 其实相较于全世界 台湾的确是还不错啦 先来回头看 那回头讲我们今年 书展的谈委的主题 刚刚宋林讲了 叫危险语书 其实过程中 宋林也有宋林的想法 每家都对危险有想法了 不过对我来说 我觉得 阅读书 本来就是因为危险而存在的 我认为没有危险就没有阅读 没有危险就没有阅读 文学类是如此 非文学类更是如此 就是人类面临未知的挑战 应该是唯一可以使用的工具吧 那想吧 你如果人生 今天出门没有什么风险 没有什么问题 躺下去也不会什么 不会有请不来的风险 何苦来在 你为什么要忙这个 你就做 做其他让你爽的事情就好 你就是也会觉得 你应该找本书来读一读 找本杂志来翻一翻 找几个podcast来听一听 就是因为你觉得你需要探索 你为什么需要探索 因为你想掌握外面的环境 因为你怕 你如果没有掌握到 你会面临危险 所以我觉得 所有的阅读 都是因为 危险的存在而存在的 所以人类会因为 资讯不足 而感受到危险 因为危险是生存本能 当然 你刚才讲这句话 就是跟我讲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资讯不足 一定会让你感到危险 领域太多 角度太多 我举我们自己做财经书 做例子来说好了 所有的财经书 目的都一样 就是要让你知道 前方有没有危险 如果有危险 避开危险 你要怎么去避开 因为要知道 我有出过一本书 这个书的作者非常屌 叫做曼德博 曼德博 他是数学最伟大的大师之一 他发明过的理论 叫做碎形理论 那他过去之前写都是数学教科书 可是很有意思 他写过唯一的一本科普书 唯一的一本科普书 讲的就是金融市场 他说呢 我们现在不是说 这个 所以我们不是 股市大跌 股市大涨 我们把它当新闻在讲 为什么是新闻 是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下 都不是大跌 也不是大涨的 所以大跌是新闻 大涨是新闻 所以当出现 例如2008这样的金融风暴的时候 我们都 哇 这个大幅的报道 把它当作是历史的非常态 但是曼德博老先生 他是数学家出身 可是呢 早年他的兴趣之一 其实是研究金融市场 他研究过 例如棉花的价格 他研究过IBM的股价变化 你看 他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就是要告诉我们 不 如果真的从统计上来看 从数学上来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全球的金融市场 任何一样金融工具 任何一样商品 平常就在大涨跟大跌 那是常态 他并不是非常态 所以他是把时间拉长来看呢 还是从频率上面来看 都有 大家可以找得出来看 因为这个书写得太厉害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三言两语 书名是 书名 干嘛要讲书名 就这么尖见 因为 这就是很长的书名 书名叫做 骨架 豆号 棉花 豆号 与尼罗河密码 你看吧 好啦 我知道有一派书名是这样 这个缺点是显于意见的 就是你看我第一个念起来就久 第二个 大家有没有写下来 如果刚刚没有写下来 请你附送一遍 看看书名是什么 然后到书店都忘了 我跟你保证你不会记得 你记得 你的好朋友朱凯雷 我出这个书的时候 他应该给他给我 我们就聊天聊了 他就说 我知道你们最近出这种书 不错哦 我有看哦 他说 我说是哦 你有看哦 他说他要显示他真的有看 那个骨架对不对 棉花对不对 恒河对不对 还有父爸爸对不对 类似 所以 在这位书里面呢 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他说啊 就像造船的人 其实我在我们书展的讨论中 我有提起 他说造船的人 造船的标准跟规格 他其实并不是为了 平常风平浪金的时候 去设计的 那样的船是进不起大风浪 所以每一艘造船的人 他之所以厉害 他的功之所以高干 是在于 他可以帮助你 在那非常罕见的 暴风雨的情况下 能够度过危机 其实换言之 任何行业 差不多都是这样 盖一个房子 跟盖一座核电厂的原理 其实都是这个 你如果是为了一个 不会发生地震的情况下 去盖房子 跟你需要防止地震的情况下 去盖房子 这工怎么会一样呢 对 所以 其实在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自己 在做书的时候 其实我常常都会想到这句话 他说我这本书 是只可以帮助大家 度过平常风平浪静的状态吗 还是其实 你读了我这本书 其实在未来发生 真正很严重的危险的时候 他可以拍得上用场 他可以在你心中 买下一颗种子 也许你不再记得 它是来自这本书的内容 可是 它会在那个关键时刻 帮助到你 对 所以我常常觉得阅读本身是建立观点 不是说你真的读到什么 用在什么事情上面 就我们现在往往阅读 呈现一种非常功利的状态 就是说功利其实本身并没有不好 但它实际上并没有办法带给你真正的东西 或者是说 照你刚刚的论调来讲 就是说 当你碰到危险的时候 除非你真的看过一本书 是教你如何度过这个危险的 如果你没有内化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自己的思考逻辑 那当你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因为危险不会照你想要的状况来出现 所以你就会panic 你就会不会 你就没有解决方案出来 你就会在那一刹那之间 你会惊呆了 那惊呆之后 你没办法做出反应 对不对 所以其实阅读本身应该是 我在上一集节目讲大退场的时候 还特别讲这件事 就是说 我觉得推荐一般的工作者也去看这本书 不是只有你是企业家 你已经经营了一个企业 甚至你的企业是profitable 就是已经获利很好的状态 所以你去思考退场的问题 其实不是的 其实应该是一般的工作者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态度来去 审视自己的工作 因为现代人的职业焦虑来得太早了 职业的倦怠也来得很早 以前我记得我们都是上一辈 都是65岁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在英文里头有一个观念 这个翻译成中文叫做 以终为始 以终点为起点 也就是说你先想好你终点的目标是什么 你想要过什么的生活 你想要得到什么 然后从那里往前回推 一直推到你现在 应该要做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练习 以后你也许可以花点时间想想这个事情 我自己做过很多次 我觉得对我帮助非常大 因为你必须用这个过程 你才会对自己人生想要的结果 有一个很具体的答案 就是否则 尤其我们自己在做事业 自己在经营 其实工作也都是一样 就是请问你在这家公司 假设你现在是协力好了 下一步副总 接下来你要不要当总经理 有机会你要不要进董事会 要还是不要 很多人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总觉得那个事情可能太遥远 不见得是我能够做到 到时候公司还在不得都不晓得 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但不是的 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的大型的组织 跟公司相对是稳定的 你是有可能等到那一天 但是就看那一件事情 是你要还是不要的 因为你现在在你的工作感会上 你可以往上看 你的上面上级主管 他是如何的工作 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 一个组织环境 他又面对什么样的 主管跟长官 那个主管跟长官 又面临什么样的公司环境 所以我的意思说 你从现在你的位置是 就算看不到 你慢慢摸手跟去了解 是可以猜想出一个图案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自己 放到那样的位置上去想 所以你就是等于设定好你的目标 然后再去想你现在做什么 是这个意思 以终为始是这个意思 是是是 比方说 其实有些在公务机关 因为相对那个轨道是稳定的 其实有人是可以具体的 我下一步要当到 什么某某研究院的院长 我下一步是要当到某某部的次长 或者某某部的次长 其实有些人可以这样子算的 因为以他的年资 各方面的条件 他是可以算得到的 起码只等是在那边 对 但其他当然能不能更上层的 是看机运的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要说的是 要知道有些机会 是有时候真的会掉到你头上来的 例如我认识一个 很大的上市上规公司 他本来是副总 有一天他突然 总经理 本来总经理是董事长的坚韧 董事长跟他说 这样好了 我总经理卸下来 你来当总经理 他跟我说 他考虑了两天两夜 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 很年轻 我心想 有什么好考虑的 对啊 总经理 要搭那么大的公司 他说不 你不知道 这个不见得是好菜式 我也可能接了之后 做好就好 做坏的话 可能身败名裂 更何况 如果就算做好 我搞不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可能生活时间更少 可能压力更大 然后更常生病 所以这些都是要考的 所以他决定是什么 他最后还是结了 那当然最后还是很好 其实还是很成功 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 走上这条路 所以我也认识有相反的例子 我也认识有 也是很大的公司的董事长 IPO之后 他觉得人生工作突然没什么趣味了 所以他就辞职 就游上温水去了 就真的完全抛开一切 这公司是要一手创起来的 所以我意思说 你们每个人也许都可以 从现在开始想一想自己 未来有一天 你想过什么的生活 然后从回推到现在 如果是想我现在该做什么 另外还有就是 你刚刚讲到那个 还有包含一个重点是 用你想要成为的那个目标 去思考对吧 我们常常就是说老板思维 就是如果你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你先去想说 他会怎么想事情 我一直不觉得这是很难的事情 但我长期来看 就是包含很多人问我的问题 都觉得这是很难的事情 你有觉得这很难吗 难吧 我觉得尤其 刚开始要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不过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一样 说能生巧 就要逼自己开始去练习这件事 我们最前面讲到 危险与书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还在想一件事 就是我很久以前在一个podcast节目听到 因为他们是主要讲科技新闻的podcast 那主持人就有提到一个观点 他认为说在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读不读书不影响你吸收知识的速度量体跟能力 我后来听到这句话 当然我们做出版的话 我们心里面当然会先情绪上面是反对这样的opinion 但实际上深刻去想一下 好像也是 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有一个 曾经做过这样研究料查的科学家 去统计近十年来人类接收资讯的量体 我相信一定是比十年前的人类 更不要讲比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人类 接收到资讯的量体的确是庞大的 然后知识的变动性也非常的快 那更不要讲说现在你是被逼着去接收资讯 那所以到底读书这件事是不是有必要呢 如果书所担负传递资讯的这样的载体 这样的功能 可以被其他的媒体平台影音 不管是影片音频 像那个非常知名的那个谭光磊 对吧 他现在就一头栽进了听书的领域 他说他今年听了 听了多少本啊 他说听了一千两百个小时 从一个只会追剧吃洋芋片的状况 变成一年听一千两百个小时 对 所以这个危险的年代 假设我们定义现在是危险的 多变的 诡决的 无法掌握的 在这个年代 读书 阅读这件事 还有它存在的价值或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跟其他的吸收资讯的方法比起来 阅读的不同之处 或仍然对我们有帮助的地方是什么 我讲两个观点 首先第一个呢是书啊 视频啊 podcast啊 杂志啊 都是什么 都是媒介 都是媒介 它并不是真正的知识 并不是真正的内容 真正的内容来自 作者 写的人 拥有这个知识跟经验跟技能的人 所以换言之 如果我在现实生活中 我就认识很厉害的 例如调酒师 请问为什么需要去买一本调酒的书来看 如果我在现实生活中 我就认识很厉害的鞋匠 很厉害的花艺高手 请问为什么还要去买那样的书 他直接教我就好了 所以我意思说 重点在这个knowledge本身 所以换言之 我们今天不然在开店做生意的 还是自己在上班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每一件告诉你的事情 其实你都不需要的 因为它跟你的生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对你而言 你的重点在于你的专业 比方说我如果是开餐厅 我如果是煮咖啡的 我觉得我的角色是每一天 都把每一杯咖啡煮得最好 端上去给我的客人 我要想的 每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我专注在这件事情 我不要我每天起来 我还要看这个财经杂志 那个财经杂志 然后看这个国际新闻 看那个国际新闻 那可能浪费时间 也会分心 然后如果看到信心又不好 川普怎么又在闹 你反而会影响到你手上 端出来的这杯咖啡 所以我说第一个 其实我们今天所做 包括我所做的事情 大部分其实可能都跟大家 日常的工作 跟专业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尤其你是做小生意的 大家可以大个放心 你不用阅读 你不用管国际上 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focus focus 因为你的客人要的是 你所炒出来的菜 要喝的是你端出来的咖啡 要的是你手工 做出来的东西给我 就这么简单 那我觉得景气好 我们多吃一点 多喝一点 景气不好 我觉得我还是想吃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 自己做这个供应量的调节 跟生活上的安排而已 这是第一个 但是第二个呢 我先讲另外一个故事 这是真实故事 这是来自于我出的另外一本书 书名叫 反贫贫困 他里面讲的是日本的游民现象 因为这个书里头 这个书的作者是日本一个 我非常钦佩的社运前辈 叫汤浅成 他来过台湾 他就发现曾经有过一个游民 这个游民 可不是普通人 我们现在都觉得游民 就是好吃的懒做 不是的 这位游民呢 他原本是一位裁缝师 本来一个小城里头的裁缝师 结果没有想到 后来日本遭遇经济泡沫 整个城市经济崩溃 年轻人跑掉了 他没有生意了 电眼一直垮掉 所以流落成游民 再也很难找到工作 所以怎么办 如果按照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观点 他穿心把衣服做好就好了 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 他就是会发生 这种跟你直接钻研没有关系 可是是环境 大环境改变之后 给你带来的冲击跟伤害 完全破坏掉你原本 原本的规划 原本的想法 所以这是为什么 阅读在这个时候 会扮演他要扮演的角色 其实我常常都会把自己 放到刚刚讲的 这位裁缝师的情境 如果我是他 我应该怎样 在事先就有做准备 我应该 是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下 日本总体经济呢 我是不是应该 多关心美日贸易呢 因为日本的经济 是会垮台的原因 是因为美日贸易 过度高度的顺差 造成美国人不爽 硬是回头处理你 造成日本的经济 长期的停滞 日本政府没有正确的 在汇率 利率各方面去做因应 所以导致国家 面临这样的情况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我早一点阅读 早一点掌握情况 我的人生会不会有所不同 我当然也没有答案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就是阅读 它所潜在可能 给大家带来的帮助 所以不要我们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时代 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 比当年的日本还危险 也说不定 那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 要保持高度的阅读 跟关心 所以你看 综合前面这两者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 简单的结论的话 我的决定会是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播出 每一天或者每个礼拜 生命中的一部分时间 关注一下世界发生了 什么样的事情 想一想各种可能 未来现在很难想象的风险 例如会不会有一天 全世界禁止喝咖啡 例如那我的咖啡怎么办 或者更可能发生的是 如果全世界突然发生 大旱灾咖啡欠收 咖啡豆价格飙涨十倍 请问我的生意怎么办 我就要藉由这个去模拟 各种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然后想一想会怎样 其实我也不知道会怎样 但我就说 有一点点准备在那里 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比较不会措手不及 但除此之外 其他的时间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日常 专心的炒好每一道菜 煮好每一杯咖啡 烘焙好每一个面包 我觉得这个观念很有趣 因为我刚好 书展之后 三月四月的时候就可以 没有三月四月的时候 就要出一本新的咖啡书 这本咖啡书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讲 它其实不是在讲 咖啡充足技巧了 它是在讲 在气候变迁的情况之下 其实事实上现在已经是这样 有一些咖啡产区已经消失了 对啊 原本生产在台湾人传统定义的 所谓的阑珊 或者是corna 这些产区都已经消失了 非洲也就是这样子啊 对然后非洲的产区在迁移 就原本离次到比较远的地方 现在都慢慢的不能种咖啡 因为天气变凉了 然后慢慢要再往北迁移 因为非洲是南半球嘛 所以你必须要往北迁移 所以你说做一个咖啡师 需不需要了解这件事呢 我觉得是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看了书稿我才知道 你整个品种乃至于产区 它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重新定义的 然后牵涉到你 serve给客人的这一杯咖啡 以前我们都讲某一些品种 那现在这些品种 有一些品种会消失的 有一些产区是会消失的 大概三年五年前好卖的豆子 可能三年五年之后 这些豆子都不存在 就换了另外一个地方 再种咖啡了 所以我觉得刚总结 刚刚云聪讲的 就是阅读的意义 我觉得一个是微观 一个是远景 那阅读有助于去面对 未知跟远景这两件事 所以在 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 大部分很焦虑 尤其是年轻世代 都处于这种非常焦虑的状态 所以微观其实有助于 让你不那么焦虑 那但是在不焦虑的同时 也要让自己 播出一点的时间去阅读 让阅读可以带给你 建立一些观点 建立一些比较长期的 比较远期的规划 最终还是非常非常的 希望大家可以在 1月26号开始的 台北国际书展 假设疫情没有 呸呸呸 不要乌鸦嘴 假设一切都正常 1月26号以后的 台北国际书展 还是非常欢迎大家来参观 那我们摊位的名称叫做 危险与书 那总共有四家出版社 一家杂志社 跟一个网络的创作平台 这次共同去 做这个书展的主题 那欢迎大家来 那就我们就下一集节目见